五星级酒店的锅包肉为什么那么好吃呢? 首先准备一块新鲜的里脊肉 再用刀切成一元硬币厚度的片 用清水洗两遍洗洗血水 再攥干水分 加入一大勺的土豆淀粉 适量的清水 用手抓拌均匀 抓成这种略微粘一点的护状 再放半勺豆油抓匀 锁住水分 以免炸的时候溅到身上 这个时间准备配菜 葱姜胡萝卜丝 香菜切段 备用 碗中调汁 放一勺白糖 半勺白醋 少许生抽调个颜色 盐调口 两勺清水 搅拌均匀备用 锅中油温五成热 下入肉片 一片一片的下锅开始炸 炸至定型微黄捞出 待油温升高 下锅再复炸一遍 炸至金黄 外酥里嫩 捞出控油备用 锅留底油 倒入刚才调好的碗汁 熬至略微粘稠 下入炸好的肉 再放入配菜 转成大火 快速翻炒均匀 在家也一样做 超级好吃 又下饭的锅包肉 喜欢的朋友 双击保留 感谢支持 感谢观看 感谢关注 记得关注我哟